第二百一十一节 座局 三公主的洗衫礼 由高挑千细的谭贵妃主持 她抱着紧断墙帽里的三公主 笑容甜柔温和 眉宇间满是贤妻良母的温柔 帮谭贵妃打下手的 乃是生了大公主的张飞 张飞原是淑妃非味 江南嘉丽 娇俏婉约 她看着三公主 眼睛柔得能滴出水来 看亲生女儿也不过如此了 其他几位贵人个个带着欣喜 他们看着三公主 好似看到了质宝 一个个满是喜欢 顾锦芝便觉得 这才是公妃 他们从太子府到皇宫 身经百战 每个表情都拿捏得恰到好处 和他们一比 德飞完全不够看的 顾锦芝就暗想 这段历史也许和自己记忆中的家谱不同 德飞要是能母仪天下 她得多好的运气啊 这皇宫里 有了运气 也要能抓得住才行啊 站在一乡并营的大殿角落 顾锦芝安静地看着人群的热闹 脸上挂着像 心里想着心事 月光从窗帘映照进来 落在光可见雾的地板上 泛出稀薄的霓虹 院子里一株四季秋海棠 正开着浓艳的花 花枝优美 妖娆柔美 彩蝶在花丛偏鲜 引得花枝颤颤 四斜叉的不摇 威仪而行的佳人 你喜欢四季海棠吗 身后突然有人问 顾锦芝一回眸 就瞧见了苏平 苏平悄悄挪到了顾锦芝身边 小声地和顾锦芝说话 她见顾锦芝 眼睛看着院子外头 就开口道 顾锦芝回神间 只见众人都围着三公主 单独她落在后面 就上前几步和苏平低语 嗯 花开得好 宫里的海棠 比我们家开得厌 苏平在宫里好几年了 记忆中的娘家有些模糊 外面的海棠 是不是和宫里的一样 她一时间拿捏不准 听到顾锦芝这般说 苏平也不能肯定 她是不是谦虚 就笑着道 你喜欢的话 本宫院子里还有几桌 到时候叫人搬给你 嗯 宫里的东西能搬出去吗 顾锦芝问 苏平微愣 简而失笑 顾锦芝也笑了笑 宫里的东西 哪怕是赏赐的 也要记录在岸 苏平平常赏人东西 也是赏工人 一时间就没有太在意这场 回头算了 本宫跟你说几句话 苏平笑着道 语气里有些亲热 她定是要说 素如亲的病 顾锦芝倒是 中午宫里赐了宴 宴席过后 宋帕尔和二夫人也进了那店 看了一会儿德飞 德飞神色淡淡的 见到二夫人也不怎么亲热 二夫人眼睛却有点湿润了 虽然在家的时候 疼德飞不及五姑娘 却也是至先的骨肉啊 一年多没见过面 书然见到 心里自然就起了涟漪 不禁眼泪汪汪的 德飞看了他一眼 唇角擒了冷笑 哼 有什么好哭的 德飞开口便道 是本宫没生皇子 让你们没占到便宜吗 宋帕尔就尴尬不已 一时间进退不得 只得垂手立在一旁 德飞说话 跟带了把刀子似的 很尖锐 宋帕尔就知道 他生了公主心里不快 可这是深宫大院 一点风吹草动 都会被人知晓 德飞居然跟在娘家一样 说话毫无分寸 不知隔墙有耳 宋帕尔心里就 暗暗地替他捏了把汗呢 德飞进宫就是二品飞味 只在谭贵妃一人之下 皇帝对他也算不错 而后没过多久 就压了重飞子一头 怀了身孕 他没有吃过亏 根本不知道宫里的邪恶 宋帕尔也怕被迁怒 心里颇不是滋味 而二夫人 被德飞说得愣住了 他忙给德飞跪下的 娘娘这话 民妇如何当得起呀 民妇是很久没见着娘娘了 想念娘娘啊 说吧 心里发酸 果然眼泪更甚 当着宋帕尔的面 被女儿骂 他很是难堪 想着母女分别 他更心痛 他是想拿女儿争气 可并不是不在乎女儿的生死 他也疼德飞的 只是一旦二夫人自己和五姑娘 跟德飞起了冲突 二夫人先选择自己 再选择五姑娘 而后才是德飞 不用跪本宫 德飞冷声道 什么不能常进宫 是不是要本宫向陛下 给你讨个告密 好让你时常进来呀 二夫人倒也不至于傻的 听不出这话的反应 忙到不敢 娘娘 名副绝无此当贪念呐 快扶起来 德飞不理他 只对小宫女道 要是被别人知道 扣上一顶不孝的帽子 本宫要被压死了 总不省心 二夫人眼里的泪未干 不等小宫女服 自己站了起来 尴尬的满面通红 宋帕尔一直没有抬头 等德飞发完了脾气 他和二夫人一起告退 出去的时候 二夫人走得很快 不愿意和宋帕尔同路 他心里想着 方才德飞的话 全部被宋帕尔听了去 越想越怒 宋帕尔回到偏殿的时候 顾锦之已经出去了 大嫂 紧紧呢 宋帕尔敲声问大夫人 去昆宁宫给太后娘娘问安了 大夫人道 然后又看了眼二夫人 低声问宋帕尔 见着娘娘说了什么 他是想知道二夫人说了什么 有没有说混账话 惹娘娘生气 宋帕尔轻壳一声 坐正了身子 低声道 回去说吧 大夫人心里就有数了 顾锦之在昆宁宫 恰好宫人送了三公主的小衣裳来 满满二十几套 用金盘拖着 一套套请太后过目 皇上啊 特别高兴 说众多儿女里 独独三公主向她 喜欢的不得了啊 特意叫给三公主做衣裳 还说前些日子忙 大公主和二公主尚未封号 这次正好一起赏了 太后对顾锦知道 哀家也瞧了一会儿 果然是跟皇上小时候一模一样啊 哀家就想起皇上小时候的事了 唉 一转眼 长这么大了 太后也颇为感触 她同样很高兴 德飞生了公主 太后虽然不插手 朝室 却也害怕顾炎涛 一日日做大 到时候皇帝按捺不住的 要是德飞再添了皇子 只怕顾炎涛将来会插手 处位之争 如今是公主 最好不过的 等礼不定了日子 就此封号 受惊测 太后喜欢道 顾锦知不知道该接什么 便在一旁含笑听着 说了片刻的话 顾锦知瞧着景和宫那边 也该散了 就起事告辞 结果苏平来了 西平侯夫人到处找七小姐呢 苏平笑道 他们要准备回去了 顾锦知就告辞 臣妾送送七小姐 回头再来小二公主 苏平对太后道 太后知道她想问苏如庆的病 就宠宁笑道 去吧 去吧 从昆宁宫出来 沿着永道而行 高高的院墙 遮掩了阳光 有阴凉落在身上 寄人心脾 今日 见宁侯夫人进宫 跟本宫说了如亲 说如亲两边的脸 全黑了 甚是害人 又说七小姐亲自配了药膏 又看了方子 外敷内敷 如亲那脸 大概什么时候才能好啊 本宫问了见宁侯夫人 她也说不清楚 只说再过几个月 苏平问 过几知道 我五月中 才给苏小姐用药的 至今才两个月 她脸上的肿 也慢慢消散了 只是留下的黑影 只得用药慢慢调理 急不得的 冬月之前 应该能恢复六成的容貌 这跟见宁侯夫人的说法一致 苏平就知道 见宁侯夫人没有故意瞒的 输了口气 她对顾锦芝的 深眉这病 多谢七小姐了 顾锦芝说了句不用客气 苏平就一路上 将顾锦芝送到了锦和宫 大夫人等 正在等着她 见她来了 便一起出了宫门 大夫人吩咐马车 送二夫人先回去 对她道 我去趟西大街的药铺 瞧瞧陈哥 弟妹先回吧 二夫人则想 是不是背着她 说她的坏话呀 她心里很不快 却也不好多说什么 转身走了 大夫人上了宋帕尔和 顾锦芝的马车 她自己的马车随后跟着 娘娘说了什么 大夫人问宋帕尔 宋帕尔便把德菲的话 复述了一遍 大夫人听了 半闪无语 最终只能默默叹口气 要不是大老爷 一意孤行 大夫人连德菲 也不愿意送进宫的 德菲实在是 没有在宫里生活的天赋 可如今 除了叹气 什么也做不了 马车从宫里出来 到了岔路口 大夫人和顾锦芝 去了药铺 宋帕尔回了家 路上顾锦芝问大夫人 大伯母 是不是去找祖父 说梁家的事 大夫人见得早已知情 便笑了笑 点点头 没法子啊 太后娘娘 暗示身边的长公公 让长公公 给你祖父递了话音 大夫人答 行善积德乃是好事 可这样下去 连太后也得罪了 你以后常在太后 跟前行走 我也怕太后 对咱们家寒了心 冷落了你啊 大伯母会这样想 顾锦芝是相信的 大伯父肯定不会 以我说 大伯母不用再问 顾锦芝的 祖父的意思 我大概明白一样 太后娘娘求大伯周全 不知什么 何不等相公公亲自开口呢 大芬威亚 不解地看了眼顾锦芝 我听说 相公公是个有恩必报之人 心思最是磊落 顾锦芝的 听闻 他当年欠了梁家的勤奋 宁愿断子绝孙 先帝的时候 相公公又欠了庄王一个人情 庄王勾结各地的封疆大臣 意图不轨的时候 先帝要处死庄王一家 也是项梁力宝 最后 庄王只是暴毙 庄王世子被贬为贫民 如今还在福建 活得好好的 大伯母 何不让项梁也欠大伯一个人情 将来也许有用呢 大夫人听了 心里直跳 他只感觉手有点软 一时间 心思白软 竟半晌 说不出半个字来 老爷子怕大老爷将来出事 所以提前替他 要张保密符 可 可是咱们家先挑的事 相公公 能买你大伯的账吗 大夫人念如的 咱们家先设局 再去救人 相公公是个聪明人 何不等一等呢 顾锦芝的 等相公公需要买账的时候 大夫人舒然抬眸去看的 顾锦芝笑了笑道 咱们开药铺 太后娘娘是高兴的 百姓也是喜欢的 虽然粮食倒了没 咱们家去占了礼 相公公若是这一点也不明白 哪怕真的欠了一个人情 将来他也不会还 左傅肯替大伯做这个局 就是看透了相公公此人 他老人家有把握的 辽瑞只怕等不及 要闹点小事 等辽瑞闹了事 咱们再收手 相公公就不得不欠 大伯一个人情了 大夫人久久沉默 他想起大老爷背后 说老爷子的那些话 又见老爷子如此 大夫人的心 舒然被什么揪起 疼得紧 眼底有了泪光